美国人是怎样耕地的 耕地积开过去 荒地变良田 不得不让人佩服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农业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虽然比不上美国、德国、日本那样的农业发达国家 也算不上农业强国 但我国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业大国 从解放时期的人畜同耕 到现在多半地区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进步还是很大的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形多样 像南方一些山区的农民 由于田地小机械无法耕种 仍旧只能依靠人工或者牲畜进行耕种 像梨田、插秧、收割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人工 人工耕种不仅效率慢 而且还遭罪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他们在耕地上就显得非常轻松 看起来毫不费劲 那么你知道吗 美国人是怎样耕地的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我们知道 美国幅员辽阔 地广人稀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十分匮乏 所以只能提高劳动力的效率 而提高效率的唯一办法就是采用机械化 显然美国做到了这一点 据了解 美国农民和我国的农民有所不同 美国农民一个人要耕种上百亩的农田 而且种地全程机械化 看起来特别的酷 以耕地为例 美国用到的耕地机特别的厉害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台耕地机 就是美国非常有名的耕地机 它的名字叫BigBook 747 这台巨型耕地机前面 由拖拉机作为动力进行牵引 拖拉机长8米 宽4米 高4.3米 拥有10个巨型轮胎 最大功率能达到760匹 后面是耕地梨 耕地梨的长度高达24米 而且上面安装有很多小轮子 还配置了20几把铁梨 看起来十分的霸气 它的耕地效率也是杠杠的 下面我们一睹 BigBook 747耕地的场面吧 这么巨型的耕地机 适合像美国这样宽大平坦的农田 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几乎是不可能的 拖拉机拉着耕地机 在农田里飞奔 所到之处 泥土被翻起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 一分钟可以耕地五亩 如果农田里有障碍物 这也难不倒这台巨型耕地机 只要司机技术到尾 围绕障碍物旋转一圈 就能避开障碍物 还能将周边的农田离好 BigBook 747这台耕地机的效率 确实令人很惊讶 不过它有个缺点 那就是油耗很高 简直就是一只油老虎 如果单靠自身油箱的油工作不了多久 所以就特意在耕地离后面增加了两辆油罐车 这样就能随时随地地进行加油 也能长时间在农田里耕地 不要小瞧这么大的耕地机的效果 离好的地非常的平整 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当然除了BigBook 747这样的耕地机 美国还有其他的耕地机 比如这种耕地机 它有两组耕地离 总共20把铁离 而两组耕地离并不是横着组装 而是斜着组装 这样既能减少拖拉机的牵引力 还能增加耕地的面积 有了这样的耕地机耕田 对于农民来说如虎添翼 很多人会说 美国的农机真的太强大了 令人大开眼界 也有人会说 我国怎么不从美国 引进这样的耕地机呢 其实美国这样的耕地机 耕地效率固然很高 但是它只适合那种 又宽又平的土地 我国的农田 绝大多数都是小而分散的 购买这样的机器 根本不用我之地 但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事实 我国是农业大国 并不是农业强国 我们应该多多学习 它国的先进技术 研制一批适合我国土地类型的农机 提高我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 请点击关注 屏幕下方点赞 评论并转发 我们下期见